本来也是有不能够存取那个资料库的 那我们可以透过ADO这个元件 可以帮助我们 那ADO它主要 最主要就是4的功能 就是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那因为这部分前面 要从头讲其实非常的 这个恐怕不是 短时间可以一下子就可以让大家完全了解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我就把它做一个整理 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那这一些程式码呢 前面我们有用过像这个查询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sample来 复制之后贴上去修改就可以了 但是要知道改哪些 我前面有讲过吧 那今天的话主要是利用这个 叫做新增 新增的部分这一段程式码 那我们可以拿这个来做修改 那有哪些部分要做修改呢 基本上我们主意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就是说 呃 城市部分呢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进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 按下这个新增 那目前呢里面是空的 因为这里面城市我还没撰写 那你在撰写这个新增到资料库之前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先把引用什么 引用 因为我们ADO有没有 本台ECL是没有的 他不会预设帮你就引用那个ADO元件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连线资料库的话 一定要先把把这个里面有一个预设是没有 那你要找到那个哪一个呢 MICROSWAPS 然后呢 ACTIVEX 然后呢 DATA OBJ 这边注意哦 找到的是应该是这一个 2.7这一个 你不要选2.8这个 2.8这个是多一个RECOSET 你选这个可能会产生问题 记得是这一个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有 这个存取资料库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Library 它是一个韩式库 这个韩式库呢 才可以达到我们去存取资料库目的 按确定 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第二步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说 这地方 在参考那个云端 上面这一串 其实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复制起来 Ctrl C 这一段复制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怎么样 贴到这个 这个地方来 那它修改哪些地方呢 特别注意哦 基本上 我第一个 新增 等一下 取消一下 我先把它贴到下面 贴成一个新的方法好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sub 所以贴上去的话呢 就是会有一个sub 那将来我们用呼叫的方式 用call的方式 去呼叫它就好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要改哪些部分呢 第一个 各位改一下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呢 我讲过嘛 我现在